接下來我們就進行同溫同達 那在進行同溫同達之前 洪建議 洪議員到場 謝謝 大家好 那個 雖然今天社會局許記長坐我旁邊 但是我爭取時間 有些問題我先主動的先帶你們回答 我也許不是照次序 但是整體的氛圍我掌握到了 我曾經 在一個訪問裡面 就上個星期說到 一件事情 我要把我說的再講一次 台北市府 用的是誰的資源 是你的資源跟我的資源 台北市政府領的不是盈利事業登記證 台北市府領的是服務人民的必須要的要求 我清楚的說 我的雙眼看著你的雙眼 我們不是來盈利的 跟各位說明一下 每天早上七點半的第一節課 除了討論理想 還在按計算機 錢從哪裡來 錢從哪裡來 聽完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有一個清楚的數字 台北市 台北市在過去的三十年 蓋了五萬戶公共住宅 我們現在是全世界倒數算起來比較快的一個城市 五萬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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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使台北 等同德國跟日本 企圖心就是這樣子 我剛才也說了 德國的標準就是我們的標準 日本的標準就是我們的標準 我個人 我來自一個普通家庭的普通小孩 我母親是小學老師 我出國念書的學費 是我母親交小學 交了四十年的退休金 你在想什麼 我就在想什麼 再說一次 清楚的 是不是兩萬八 兩千八 對不起 是不是兩千八 還會再回來跟各位討論很多次 但是品質 沒得商量 環評 我清楚的說了 不可以用算數畫一條街 就不需要環評 答案是不可以 環評的標準 跟我們一樣高 各位我現在講我們 不是你跟我是我們 請你相信我 我是我們的一部分 另外 地址 地址 各位那是科學 安全就是安全 不安全就是不安全 地址 專探 測驗 沒有通過 什麼都不要講 然後 後面那個白布條 絕對不可以做 因為說公車吊渡站不可以來 我剛才有說了 公車吊渡站不會來 各位再想一個概念 各位再想一個概念 就是各位都搭過遊覽車 去某個風景區 你下車之後 遊覽車是不是開到別的地方去 你要離開的時候 遊覽車再來接你 公車也是一樣 目前為止 對我來講 在永春高中的那個地方的公車吊渡站 我覺得未來也應該改善 因為那個是一個好的學校園區 去哪裡 今天還在協商 但是公車吊渡站不會來這裡 答案就是不可以 這是不會 這是住宅區 另外 這裡有沒有收購百貨 答案是沒有 有沒有商業大樓 沒有 恕我直言 為什麼博德的BOT不會繼續進行 它代表某種程度上來講 是個決策的錯誤 所以不會進行 另外呢 談到未來的居住者 我們還在研究 各位 每一個城市的年齡族群是軍部的 我們會有某一區的公共住宅 是台灣的學生 國際的學生 我們會有某一區的公共住宅 是做乾年齡群的 我們會有某一區的公共住宅 又是另外一個族群的 有一些地方 特意就要讓年輕人 住六年到九年 我們希望他們安身立命 而且要生小孩 這些完整的報告 在過去的不到八十天 努力的想 會給各位交代的 各位我今天不是來做期末報告 這是我期出報告很多次的第一次 會越來越好 停車 該有停車 一定要停車 為什麼 我們國家的技術規則 建築技術規則 規定得很清楚 那是要照顧生活機能的 社會福利措施 各位我跟各位講 我知道不知道這裡 我當然知道這裡 三十年前 三十多年前 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 我來過這裡 那個時候是一個叫廣詞演唱會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是 這個園區還住著足跡 我現在講這段歷史 記得人已經不多囉 那個時候我跟一個民歌演唱者 我全程掰紀錄片 我們在抗議那個時代的不公 所以我知道不知道這裡 我知道 所以剛才那位里長講的話 我其實很感動 你們怎麼會是抗議發展的人 你們怎麼會是抗議開發的人 只是台北市民欠你們一個完整的規劃 好的規劃 說不定兩千百百我嫌少耶 壞的規劃 28戶 這個社區就完蛋了 絕對不是數字 是品質 我個人完全不能接受 為什麼好的公共住宅 是要上網看別的國家的案例呢 我也在大學教書 我覺得老師假裝在教 學生假裝在學 因為我們講的都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台北市府不可以 我整個來講一下 其實基本上我們談到的事情是 要推動 可是這個推動要良性的推動 再談到都更 其實我們還沒有這個想法要辦公辦都更 我是在這周圍 原因是什麼 不是怕 不是不想 而是還沒有跟各位溝通 所以我今天沒有講公辦都更四個字 你知道公辦都更它代表什麼嗎 那叫以市負責 那個叫做實事單位 那個叫做財務失算 而且各位 我們在市府路的對面的市議會大樓裡面 的議員們是代表各位監督市府的 你對他們有信心 我們亂做 我們會被我們的提案不會通過的 所以有重重的節制之下 我們如果做得不好 環評會通過嗎 不可能 我今天不是說嗎 不可以規避環評 有多少個案子 我不要舉例了 那用算數倒算回來的 我差那個一平方公尺 我就不可以 就不需要環評 台北黨的案子是這樣子 你我都知道 今天不講 不規避環評 我把時間還給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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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